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早前發射的長征5號B火箭 目前以不受控的形式向地球墜毀 但中國專家堅稱這件事對地球無害 試圓長征5號B火箭在今個月5日 從海南文昌發射站成功升空 這隻火箭全長大約53.7米 採用了無毒無污染的液氧、液氫和煤油作為推進劑 起飛重量大約849噸 原本這次的試射為了測試 油性充氣式貨物返回艙功能 這隻返回艙有什麼駕駛堂呢 就跟之前神舟號返回艙不同 不單止可以重複使用 搭載能力也從最多3人提升到6至7人 這隻返回艙已經進入了預定軌道 當時中國一片掌聲 覺得非常厲害 終於碰到這次 但誰知道這隻返回艙 在返回地面時出現異常 但當局沒有透露到 到底這隻返回艙有什麼異常狀態 究竟是失控地飛向太空 還是在返回地面途中被大氣層燒毀呢 內地輿論雅然輕嘆 因為這意味著 今次的試射其實沒有能夠全然成功 至少這隻返回艙都不知去了哪裏 那這隻長征5號B又如何呢 當它完成任務的時候 其實要預定在今天返回地面 只不過目前以一種不受控的方式墜毀 預計這隻火箭大部分結構都會在通過大氣層的時候被焚毀 但仍然會有小部分殘骸跌到地面 哈佛天體物理學家默克杜威爾就說 這次是自從1991年的時候 蘇聯那隻39噸重的禮炮7號以來 重返大氣層的最大失控人造物 最差的情況可能就會毀壞房屋 不過中國不是這樣看 中國的航天專家盈強就說 這隻長征5號B的殘骸掉落軌跡是經過正確規劃的 而且火箭大部分的結構都會在大氣層當中焚毀 基本上不會對地面造成任何危害 其實這個就要看幸運還是不幸運 因為以不受控的方式來墜落 基本上都不會跌落你預定的地點 最好當然就是跌落海洋 因為就可以將損害縮到最少 亦最大機會因為海洋佔地球總面積超過7成 至於跌落地面的話 最好跌落沙漠或者山頭野嶺 就不會對人類的活動造成損害 其實現在只是撞手臣撞彩 因為已經是不受控制 當然中國很多東西都說是無害的 有毒氣體你都說是無害的 哈哈哈哈 最好笑的是那隻返回艙 現在不知去了哪裡 他都沒有交代到 這麼多日以來 其實都不止這隻火箭 昨天伊朗海軍做軍演的時候 其中一艘軍艦發射了一枚反艦導彈 創地擊中另一艘支援艦 實情兩艘軍艦都屬於伊朗海軍 造成了Team-Q 自己有 攬炒 正式 但這一枚反艦導彈 後來被英國金融時報發現 原來又是中國製造的技術 在大陸就叫做鷹擊-83反艦導彈 如果要出口就叫做C-802 這次到底是伊朗軍方 純粹自己失誤射得太快 在支援艦未離開安全距離就發射 還是這個技術本身有問題 要等他們進行獨立調查才知道 反正中國的航天技術也好 軍事技術也好 都是有待改進的 好像牙牙烏一樣 接著就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大陸的貪官 最新這名落馬的中共幹部 就是前陝西省委書記 他受賄金額竟然刷新了大陸官方的記錄 天津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昨天一審公開審立趙正永受賄案 檢方指控趙正永在2003年至2018年期間 利用擔任中共陝西省副省長 省委副書記 省長和省委書記等職務上便利 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工程承纜 職務進升 工作調動 企業經營等事項上謀取利益 檢方查處出 說趙正永單獨或者火童他老婆等人 非法收受單位和個人給予的財物 折合人民幣7.17億元 但其中2.9億元尚未實際取得 即是被人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 真是好笑 好了 趙正永簾財的數額刷新了紀錄 中共十八大之後打虎不斷 但好像趙正永貪那麼多的從來都未試過 趙正永刷新官方紀錄前 受賠金額最高的中共幹部 就是前內蒙古人大常委副主任盈雲 他貪了4.49億元 這位盈雲就在19年12月被判處死緩 而且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和假釋 趙正永為何會被人查 通常大陸很喜歡就是 政治問題是經濟解決 經濟問題是政治解決 要查處一個官員貪污是很容易的 但貪污的背後一定是涉及政治問題才會搞你 否則每個人都貪污 只會動你一個 原來趙正永曾經對習近平親自作出的指令楊奉陰違 所以就出事了 在2014年5月開始 習近平幾次批示要關注秦良北陸別墅的遺建問題 陝西省委以消極的態度回應 去到2018年7月底的時候 中共中央中紀委副書記徐令義領軍 帶領主專項整治工作組前往陝西 強力拆除近1,200棟遺建別墅 去到2019年1月的時候 人民日報暗批趙正永沒有作出檢討 去到15日的時候 中紀委宣布趙正永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 原來後來查出他貪了大錢 其實這就是政治問題經濟解決 明明他對習近平陽奉陰違 但是就安了一個貪污的罪名給他 因為貪污就是最方便 打貪就是紡紙 實際到背後仍然還是權力鬥爭為主 這就為政治問題經濟解決 至於經濟問題經濟解決又如何呢 比如說那些牽涉到經濟糾紛的 銀行屈他錢 或者是關於地方政府的錢債問題 搞到那些民眾要上訪走到北京 好了 一旦他們上訪的時候 就肯定會隨便安條罪名給他 就當作解決了問題 因為大陸解決問題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比如說安條罪名給他 說他是涉嫌召妓 或者說他尋釁滋事等等 將他行政拘留 這些就是經濟問題政治解決 所以中共其實就很不喜歡 你將這個政治和經濟融在一起 因為這個就是他們慣用的手段 為什麼中共這麼討厭香港搞這個 所謂黃色經濟圈呢 正正就是因為變了政治問題經濟解決 因為那些黃絲就是以政治立場優先 就是看中了你支持抗爭者 所以他就去光顧 當那些商家賺到錢以後 他就會回饋一部分出來 去支援抗爭者 這樣就會使得整個抗爭運動 無窮無盡地延長下去 實情黃色經濟圈 都不是首創的概念 這個概念 在三四十年前 紅色經濟圈都搞過 當時 整班左仔老共 就在香港 又搞自己的戲院 搞自己的百貨公司 搞自己的學校等等 這個位置紅色經濟圈 只不過後來去到八十年代的時候 當大陸慢慢改革開放 這個紅色經濟圈才慢慢崩盤 沒有再搞下去 以前那些左仔 自己的子女 一定要安排他進入左派學校讀書 看電影 就一定要入紅色影院看 所以其實 以前都有搞開這些事情 那時候又不見他批評 這就是為之似一時比一時 但當時港英政府 又當看不到你 你喜歡搞就自己搞飽 沒問題 就不像現在的建制派一樣 一個一個彈出來 又批評黃色經濟圈 只會窮途末路 畫地圍爐 這樣那樣 你這樣一路批評下去 只不過是提醒市民 黃色經濟圈是存在的 黃色經濟圈是得以澎湃發展的 你只不過這些批評 就等同於為黃色經濟圈 注入一些新的能量 其實是何其愚蠢 不過現在那群建制派 要奉行鬥爭思維 所以也是沒辦法的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